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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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陈庆南董事长在台湾的外交 不管是在南太平洋诸国里头 他投注了很多的心力跟金钱 但是有人说为什么 为什么飙上了列列舰之后 这间公司不想好好做 甚至有人说他现在前进中国 再留台湾 马上独家连线 让他一一来做还原 包括这个录音 录音外线 是他们录的吗 是他们外线的吗 这个录音的内容有没有经过变造 里面有六条 就是陈董事长好希陈伟智 称为庆富造成公司副董事长 有没有他的协音 有没有他是这样说 有没有被剪接跟变造 那庆富造成公司真的有录音录影设备吗 包括了庆富造成公司 陈庆南董事长 那这家公司跟当时的CEO 简良健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好我们是不是听听看 陈庆南董事长 来当时我听得到我声音吗 来董事长晚安 有听到 我听到 好 详音请聪 那董事长 现在在连线在我的台北的摄影棚 包括有国会观察基金院董事长 姚立明老师 还有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 辞职媒体人温申 包括还有立法委员王定宇 以及具有法律背景 另外一个立法委员是蔡逸宇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委员杨伟中 共同那么我们来面对 列雷剑走到现在 道举何去何从 好当初定位我们在跟你进行独家专访之前 我先播放一个VCR 让你听听看 今天的立法院 又和保定冯事宽 他说了什么 来我们看90秒的VCR 乔承主名单不是吗 乔承主名单 对 这边是乔承主名单 你坐一下我们国会观察委员会的码好不好 立法院国防委员会一大早蓝绿立委争锋相对 就只因为国防部长洪旭宽 整整迟到了30分钟 部长名单确认了 洪旭宽三三来迟 原来是到总统府报告列雷剑进度 而这已经是一周年 部长第三次入府报告了 列雷建案雪球越滚越大 这时共鸡又来绕台搅局 让宏旭宽被询时都罕见 两度请假接高层变化 部长你现在怎么看亲户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我认为 它脱累了我们的国防部 你觉得它是恶意诈骗 还是真的是经营不善 我想它是恶意 恶意的吧 是非常不良的厂商 假如您今天要问我的话 我想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你告诉我 你心里话讲 它应该贵的就对全民道歉 是啊 到现在没有一家媒体 没有一个人 要让它对我们国防部道歉 你们是受害者啊 人家全民买单 你看它这么不容易的 得到了这一个案子 却不好好去执行 对不起我们的全民 对不起我们的国防 对不起我们海军 可是问你现在 它每天都很放话 然后它跟着它们录音带 录音带这样到处 跟着它打我们国防部啊 我一直都不愿意讲这个话 昨天我听到他们录音带 打到李喜民了 简直是不仁不义 是 董事长你刚才看到 今天李欢迎最新的卫民 看到这个冯部长气急败坏 痛批庆夫是不仁不义 他说庆夫父子俩 应该跪着向全民来道歉 这个部分我不知道董事长您怎么看呢 当局长 我掂到这个案子时 是 整个月很好学来做这个案子 我去 我去 我自己的厂商 我去的洛马和英特兰 这个合作来做 是 我又第一次 又不敢自己去台湾做 去義大利做派人去學習 就是要把這家囚囚做好 做完美 比較用心努力要辛苦 結果今天國防部長 又把我們命的情何以堪 他說你不仁不義 對不起全民應該跪著跟全民道歉 所以你覺得你們應不應該跟全民道歉 應不應該 我是因為我對的是國家 對的是百姓 我為了這個案 我已經親家蕩產了 你這個公司沒有足夠的經費 你還要承認 你都已經承認炸代 做活好 現在發言的是 國會觀察基金院董事長 亞立民老師 要國王自主來做完勝 是 楊老師你的疑問是甚麼 我相信我會繼續承認下氣 你的公司沒有這個經費 你也沒有這個能力來繼續造建 你還要向銀行炸代三十億 是你自己承認的 你為什麼說你對得起人民呢 你都向銀行炸了三十億來才能夠做 只有這個事情 你自己都承認了 這個 這個三十億 這個炸代不是拿到我自己口袋子 我也是這是我為了這個 這個造建的來使用的 所以炸代三十億元 因為這個案子現在在偵辦 也導致你們父子倆跟這個太太 每天都要到派出所去報到嘛 那這個真相是什麼呢 對 對 這個現在在司法在調查 我不便回應這個問題 這個部分不方便回應 那我想請教 跟母親為主 播出去 你們已經播出去使用的款項 大約有一百五十億對不對 是不是 你已經播了一百五十億對不對 都用到哪裡去還當署訂 一百五十億額度 但是我剛是交給那個 國防部的那個理由保證函 義務管還款保證就 就七十二億 再回成兩成 所以其實銀行撥給我的也沒有那麼多 那撥給你多少 而且同時我必須租付給洛馬 還有英特馬任一些錢 目前你說有一百五十億 有播付給國防部的一個預付款的金額 你總共用多少錢 用到哪裡 你說有英特馬任跟洛馬公司 再請你用到哪裡 這應該在這 一共差不多一百多億已經去支付給他們 我自己本身就一直支付幾十億 市 市長 你好 我是有指揮 今天國安部裡面有一個報告 說要給你改付合約 改約裡面有很重要的條件 就是你沒有付錢給洛馬跟英特馬任 你剛才你說 大家有聽到 陳總市長剛剛說 他部分的款項拿到的錢 一百五十幾億的款 付給洛馬跟英特馬任 但是今天國防部正式出了報告 為什麼考慮解約呢 解約最重要條件 就是洛馬他沒有收到足夠的錢 所以洛馬從一段時間開始 已經解散他的設計團隊 已經停止他的設計工作 所以我們的戰器的所有裝備 將來無法取得 這是今天上午 國防部所做出來的 解約條件的報告 跟陳總市長 您剛剛講的剛好相反 陳總市長 國防部認為說 你沒有付足夠的錢給洛馬 所以真相是什麼 當署長 這個 如果現在我資質 要欠他三千幾萬的美金 這是資質 但是我已經幫他救他兩次 我跟他說 因為我錢都放在這個 銀行的肥沉 跟保證寒之類 說說失的 沒辦法跟我募錢給他 所以他要兩次 他要希望我們後面 把銀行的資質 付給他 讓他繼續發動他的 栄餘的工作 這樣 他現在因為川普聽說 你知道嗎 洛馬已經跟國防部 正式飛飛說 他不要做這個事情 你還不知道嗎 所以跟你說話又不一樣 沒有 洛馬先飛給我 是他副本給我 他是這個海軍的總司令 希望這個事情可以 繼續執行 讓大家都可以達到 那個山營的這個 的局面 這有多久的事情 這有多久的事情 所以這非我 一副部也給我 對 他在這裡署名 黃總司令 但是今天國防部的報告 誰跟你說的又不一樣 今天國防部的報告 說的就是 洛馬已經開始經驗了 因為你沒有戶籍給他們 今天才去的報告 所以 所以 是當事長 這個報告要怎麼解釋 所以這個文 我還可以 可以 給你們看啊 是 來 你在什麼時候給你的函 這個溫生大哥 來 溫生大哥 這個就是 海軍司令部 他在11月7號 收到洛馬公司的文件 他們說 洛馬跟海軍司令部說 有效期到2020年的1月15號 所以我不曉得軍方 到底他收到是不是 11月7號以後的公文 還是這一份 如果是這一份的話 要抱歉 你不要再遮掩 因為白紙黑字 護本寄了很多人 寄了五六個人 並不是只有說 黃司令 黃曙光一個人 而是說有六個人 還收到 所以這一份文件 白紙黑字 不要說口說無憑 現在軍方最可惡的一點就是說 他都是遮遮掩掩 遮遮掩掩 不知道在搞什麼把戲 軍方 軍方也覺得 因為黃曙光是 烈雷將在陳楚名單當中 開了第一槍 他自行處分 就是黃曙光的部分 現在補昏 梓家董事長 剛剛所回答 有呈現矛盾的一個部分嗎 這是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國防部在立法院所做的調查報告 蔡委員今天也在 如果參加聯席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國防部做了四個 本案的四個可能性的評估 第一個評估報告 就是跟慶富調查傳解除合約 這是第一個 那解除合約 其中的要件 就是因為落馬公司 沒有收到部分款項 然後已經決定 停止設計本案 我全文 我們國防部有正式的報告了 在立法院所做的報告 然後這是 因為我們取不得 戰系 就是作戰系統的關係 所以本案沒有意義了 因此國防部 跟不是除了財務危機以外 還有因為無法取得 落馬的作戰系統 所以國防部考量解約 第一個大方向 第二個方向 我也跟董事長報告一下 他也國防部考量到說 跟美商跟其他方面 維持合作的可能性 因為他有確實跟落馬 跟Intermarine 有直接的聯繫 也取得一些互動 這時候他們有第二個方案 由台船出來承治 然後由台船出來承治 要併購慶富公司 他的第二個方案 就要併購 把慶富造船廠 由另外一家造船廠併購 沿頭合約一起併購下來 是一個和平解決的收賞 這第二個方案 但其中涉及到非常多的 公司法的規定 我想沒有那麼簡單 然後第三個方案 就是更簡單 就是它是 第三個方案 就是重新 它是解約以後 重新建案 它要考慮了 第三個方案是 重新建案 重新建案 重新招標嗎 重新招標是 解約以後重新招標 那招標有兩個可能性 是不是把這個案子做對調了 重新再建了另外一個 這個列列列列列列建案 所以軍方總共做了四個方案 那四個方案裡面 其中对我们 陈董事长 最不利的就是解除合约 那它的理由 不是因为你的财务危机 是因为你的落马不支持的关系 而我们无法取得作战系统 所以非解约不可 这是他取得一个最具体的 所以董事长 这个部分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要不要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已取得它的谅解 这是同意付款原则 而且你看这个 他也直接写信给海津表态 他们支持这个案子 什么会跟我解约的问题呢 是 所以你也觉得很不解 给你延期到哪一天吗 你说落马给你延期 你有正式的落马延期时间吗 就是刚刚这个 他那一封信在给海津总司令 那一封信都已经也讲了 他是在输出细合到2020年都有效 OK 所以董事长我问清楚一点 所以他最近给你的函是说 落马公司因为是作战系统的配备 你们双方面的合作 一直跟两千空一十年进行合作 都五号是不是这样子 最近给你的函是这样子吗 都五号啊 没错嘛 对啊对啊 他也就是给海津说明的很清楚啊 OK 你认为已经取得他的量解 所以董事长我问问 烈雷剑这个案子你认为到底可不可以做下去 可不可以啊 董事长可不可以 因为这个案子 假使银行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的影子成功 那做下去根本就没有问题啊 而且我们第一条船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几百分啊 银行 所以你认为可以做下去 下年三月就下水了 是测试了 是 现在军方今天骂你不仁不义 那外面的很多报导都说你的财务有问题 资金有缺口 那所谓的资金缺口到底真相是什么 那为什么呢 董事长 因为这个资金被银行的回程比较多 所以在 而且那个时候刚跟 洛马跟那个英特马列定约的时候 没有经验 所以依照实陈来付款给他们 所以没有依照 按照我们跟国防部收钱进来再分给他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资金你认为周转不灵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 你当初去投标的时候 这个投标的内容 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 那这个东西是没有顾虑到吗 是你们的忽略吗 那如果是你觉得说 我要同时要付 不管船体的意大利的英特马列 还是说作战系统的美国的洛马公司 我都要付 可是呢 国防部给我的合约很严格 我同时要提拨一些金额 你干嘛公司这么严格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投标呢 当主帝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标这案的时候 我们是认为国防工业参与的时候 要去募资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标到以后 这一些负面的网络就一直的连环报 还有种种的外在因素的 对我们的不利的报导 所以在那时候影子就发生比较困难 陈董事长我请问一下 年代时间长久的时间办不出来 年代办不出来对不对 陈董事长我请问一下 这是蔡逸宇 我想问一下 因为这个列雷剑这个案 总金额总投标金额是349亿 所以这是349亿中的一个标案 那你后来透过一影主导的一个年代 所以你取得了205亿的一个银行的一个资源 那所以至少说你在你的财务规划上 你至少还有中间有140亿 这是你的部分是银行无法支援你 是你自己要去筹策的 可是我们所有看到的数据 你是在这个205亿中 陆续的一个款项进来之后 你把它拆做部分去给付给所谓银行的中间 就是海军要求你必须要回扣 去做担保的一个部分 那以及部分是你要付给落马的 所以你是把你所有的资金来源 是靠这样的一个连带在做两边的一个分帐 那这个迟早是会引爆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看不到说 你们中间你们自己有准备了 怎么去支援那其他的140亿的部分 所以陈总市长 你在做这样的一个案件的时候 到底是你整个头 你的对自己的一个评估是失败的 还是说你一开始在贷款的时候 你的目的就是说我先取得贷款 那后面的是你也不想去管太多 那这些贷款那你到底有没有把 所有卢素的金额像你说的 分给了这个海军的一个回扣的一个担保的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你真的有付给落马吗 还是剩下的部分你有挪作它用 当市长来说明一下好不好 这是大家共同的疑问 因为这 直接说起来 是2005亿的连带总金额 是 205亿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到用到150亿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55亿就要我专业都拿出来了 几乎都 不是那样就变成 是一个名字 总是一个丫头而已 是 所以你只看起来 你如果这有座的线 这么大线 大概150亿的线 差不多五线 你五线的意思是说 对不对 没到五线 你如果像 中纪总金的那个表案 有四线的罐而已 你是说我贷款2005亿 所以在财务的时候 是 在私用的时候就觉得很困难 好 你是说你连带2005亿 属于上这个纽约保证 预付款那些部分 扣一扣 就真正可以用的 大概只有四线 你的意思是这样说 如果2005亿的信息 定义说只有八十几亿 对啊 只要出150亿而已嘛 是 那如果照你这个算法 就是说你完全没有自己 去准备任何的一个款项 你只想要靠着银行的贷款 就要把整个列雷镜完成 是这样的吗 不是 我自己也有资金啊 可以投入啊 确实说没有 是不是没有 没有自己准备啊 你用自己资金付的哪一部分啊 那个明细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很抱歉 嗯哼 你说你的钱也落去 对吧 我请问 人家在怀疑就是说 你前进中国再留台湾 好像变成另外一个陈优豪 所以这个部分 你要怎样解释 嗯哼 嗯哼 我那准是说前进大陆 回出国外 那如果我都没有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回来的时候 都没有四五十个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整个台湾就好了 我走回来的时候 我小时候就回来的时候在想 不 董事长 我就必须解释一下 好心理 我哪里也是这样 我每天都要再補充 再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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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再補充 董事长 你讲的这个应该不是事实 根据媒体的报导 你说2012年 那是 漳州云霄的光电园区 可是2014年 2014年 对 没有错 2014年还有 那2017年的东山岛 东山岛这个案子是2017年 合资一亿美元 那 2014年跟这个福建的这个来往 就是你在得 在去标这个的时候 也跟福建省 副省长还跟你来信 希望你去投资 所以跟你刚刚讲的说法 还是不一样的 嗯哼 是 所以董事长 看起来你在中国投资 我跟你 是 这个报导怎么解释 东山岛 这个 我 嘿 嘿 来 东山岛基本 我欠超出一天也没有 一天也没有 我也不知道 那是我们那一个韩国人 叫 叫我们好生 把他做饭 把他做饭 把他做出土地的事情 嗯 是 东山岛 和我们基本 欠缺有一点的关系也没有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连线到南部新闻中心 这是庆部造船公司的董事长陈庆南 在整个事情风暴到现在 他第一次独家上火线 不过在此同时 我昨天联合晚报有一个报道 录音档曝光谁说谎 烈雷剑的脱模才付款 海军说法都不懂 这是联合晚报昨天的头版 那今天冯士宽说 把这个案子扯到参谋总长李喜宁 他觉得不仁不义 他觉得这是个庆部本身的经营财务的问题 根本不是国防部的弊案 可是今天的发展里头 说录下联合晚报这个报道 录下庆部的关键录音呢 他是吕吕师 吕吕师今天发表了不自杀声明 那海军说 因为庆部造船公司 已经完成第一艘的烈雷剑的脱模 所以才拨款第三起的24亿元 可是当联合晚报 爆出这个录音档的质疑之后呢 说没有完成就脱模了 海军就急着去付款 海军呢 从昨天到今天都不断出示证明的文件 来驳斥 录下录音档 就是前海军官校的军事科学部教官 吕吕师 他透过了脸书 发出的是不自杀声明 包括今天在此同时呢 国防部召开了记者会 公布了陈储名单 现场我们继续连线 这是庆部造船公司的董事长 那陈庆南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必须有赖他上火线 来做更精准的还原 我当经管会之位 你还不在哪里 我跟你讲 我当财务部政治常识 你在哪里我还不知道 我还没见过你 我跟你讲 你不要笑 你基本上早上从九点到现在 你态度都不对 我跟你讲 冯事宽两天大笑 对照立委曾明中 火大拍桌 陆志冯部长 背询态度 有问题 但是该面对了烈雷舰 陈储名单 执政党要他赶紧面对 下午公布四大上将 包含前凯军司令陈永康 以及现任三位上将 参谋总长李启明 凯军司令黄鼠光 以及军政副部长胡泽春 深届处分 一共23名将校 堪称陈储成级最大最高 前司令陈永康陈上将 包含我们检讨的相关人员 就是根据这个阶段里面 他所经手的 然后来对照 行政院所合的 所调查的这个缺失 我们来具体检讨 传出庆副总部疑似 每层楼都设有录音设备 还有前员工爆料 会议室和办公室 桌上电话都有录音 甚至员工习惯 随身携带录音笔 会引发联想 全英高雄市政府前 海洋局长王端元 因为录音党外流 重见请辞 谁录音谁外流 城局下令查个清楚 也曾造访过 欺负总部 不怕也被录音吗 我一点都不担心 也不会嘛 我也跟他 没有什么私人的往来 认识并不代表任何不华 说是庆副林好西 这是副董事长 陈伟志 跟一个韩籍人士 是Alex Young 说联手去导租 福建漳州的 东山岛的 这个游乐园 你说你们一毛钱都没有付 是你一毛钱都没有付 是好西去付 还是说你们家族一毛钱都没有投资 真相是什么 我都没有 我知道他 我也了解他 他也没有告诉他 他去导租 那也是他 我们就贏了 也没有了 都没有啊 东山岛都没有去导租 那陈伟志跟这个 Alex Young 这个杨先生 是什么关系 他因为我学生 以前的时候 美国这个芝加哥大学 比较后 他已经去香港 他头发是去 去Lemon Brothers 还有Standard Charter 和飞鸿银行 去那里上班 他们住的所在 刚才含这个 Yang住的那个Apartment 住在同一个Apartment 还有两个都是Apartment 所以开始很好的朋友 10分以来 都是在寻成好的朋友 你标的烈雷劍 以后 中国你还可以常常去 对不对 郭文坡不给你进馆 包括你的机密资料 要怎么拿出去 你的身体进出都自如 郭文坡海军都没有给你管理吗 你是在中亚的军费承包商 带到国家国照 郭文坡就让你去中国投资 还让你回来 你这完全没有 郭文坡都没有关系 资料也没有管制 情报也没有管制 郭文坡都没有带到 把设计的合约里面吗 这个不是有重大泄密危机呢 这合约里面有设计这条 不可以去中国 没有啊 我不是去中国 郭文坡没有给你设计这条 我设计的设计过来 我就都不去中国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女孩又去去嘛 你刚才说的嘛 还有导租嘛 可是2014年媒体报导 中国的媒体报导 我女孩去的时候是 他的那个 他的吉他业务 含着纽约里面基本都没关系 但是安全管理不可以 这是国安问题 董事长您刚才说 2012年之后 就没有在中国投资 但是他都签保密协定的 不然我们就会 他自己知道 不是一般保密协定 所以 董事长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2012年到现在 您现在 你不管是你啦 庆富造船 或者是子公司 还是陈伟志 甚至陈伟郎 在中国还有哪些投资 哪一些是说本来有喊停的 现在还有哪些投资 因为我看到你们大连 你们在今年的五月份 跟大连的渔船 还签所谓的战略合作意向书 所以你们在中国 到底还有哪些投资 没有 在大连这个事情 因为我本身是做出的 对这个大型 优优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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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界最好的 所以他们 要求我们 这个 设计不较 所以他们去的 因为我们设计 做这个大型优比较的 所以他们去的事情 是他们签这个合力的 所以这个刀做 所以它这个 列为这个完全都无关 是 是 无关 但是事实上有 2014年 2014年7月 还有跟广西青州的海洋度假園区 的这个投资 这个也是在2012年之后 广州青州的案子 广西啊 广州那案是 那个 渐量政到广西 广西嘛 对 对 他们在做一个 我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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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租 意愿书而已 不然 事实上也都不做 也不做 所以 你的导租 跟庆部造成公司 没有关系 还是检梁件 个人的 我们这些列为这些 那边列为这些 全部都停了 所有的材料 都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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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温僧大哥 我补充一下董事长讲的 他认为说 列雷件之后 他就没有再去 那之前的投资 小孩或检梁件 他不知情 或者是他不干预 但是呢 现在由他本人 去口讲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过去网路上的 都是谣言 然后网路上的谣言 变成报纸 变成电视的新闻 变成政论性节目的话题的时候 你又知道说 后面有一支黑手 那这黑手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他庆库跟台船 竞标类类箭 失败的那一刻开始 就有一个叫劍 他就开始 哇 漫天 一直坡 一直坡 所以你又知道说 军火生意跟毒品一样 最好不要去碰 你做你的遠洋渔船 好谢好谢 你跟大连好好 去合作跟别人去 你去摸到这块 军火 你喔 没有三两三啦 搞事怎么死都不知道 嗯哼 现在这个 这个黑痕啊 这要是说 网路的谣言 还是对手的打压 还是说军风 你说军风 说整部 立法院都看公开说访了 何况说对你庆库 落马的来信 他就在拗 啊 金额 这个是你们的简报 我是觉得 没必要 怕说军风 都要跟你 叫你来 跟国人 跪 跪着道歉 是是 说应该跟全民道歉 你就把你的数据啊 撑到网路上 让大家 算是一个平衡报导 就说我庆库 我有口难言 检方叫我不要讲 军方叫我闭嘴 保密条款 你用打算的啊 对吧 所以 军火做这段就好了 后面不能再插 那我说打算的 那问题是你如果好好做 现在国防部感觉 你如果是一个 好好的做的厂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才会认为说 这是你自己的经营的问题 不仁不义 应该跪着跟全民道歉 所以这个部分 我补充一下 董事长 因为刚刚温森讲一句话 我当时认为我现在 偷你听了 这是今天再去 这个高红外交委员会的 那个报告 是海军的 那个宿林 中宿林 李中校中将 亲自的口头报告 他其中有一段 我一段认为你听 幸福与赤和约商 履约争议 海军已发文 在台合约商 就是英特朗林公司 及战系合约 落马公司 与幸福合约的合约情形 其中 落马公司表示 契金紧收器部分款项 以要求其合作下游厂商 全面停工 恐影响全案公进后续发展 属极高风险 它根据这一条 他们今天做了一个决议 你可能还不知道 它要解除你的合约 你有一个新的挑战 跟新的风险 在津贴以后即将开始 我等下说明的风险在哪里 嗯哼 所以当属丁 怎么面对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在3月22号下水 而且我们之后跟落马 在付款条件在周围 稍微达成共事的时候 这个武器系统的 完成也应当会 也不会差太远 所以你当然希望继续履约 但是现在真情的报分 就看到你在马总统时代 有去陈情嘛 那在小英时代的部分 我们也看到 今年在基隆的海安演习嘛 你也试图 要跟总统跟他表达一些声音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你跟小英到底熟不熟 那天在激人的时候 有人说你是拦路陈情 媒体是这样报导 媒体报导说 总统你交代我的事情 我都做好了 你真的有讲这句话吗 那有 有没有这样说 有吗 因为我那实在不熟 我真的那么久了 我年纪也那么多了 是 没法跟我纪到那么多 你跟小英熟不熟 那一天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看你手中 总统是我们的总统 我基本在计算的时候 我认识 我认识 没关系 没关系 什么叫做一点点 你这个不能随便说 你怎么要给 什么叫做一点点认识 怎么叫认识 你跟他打过招呼 同桌吃饭 你是马吴竞选总部的 产业后援会的负责人 那你跟小英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 我也不是 什么 什么马吴 不是啊 我也不是啊 怎么不是呢 那你是竞选总部设的 你办公室楼上 那个是造船工会 那个我小孩 小孩 那个是 我根本就不是 对啊 那是